第1621集 天阙风云榜 这些人对紫霞城中熟悉至极 什么地方哪怕是有一块砖头变化了 基本上都能说得出来 说是地头蛇却也绝不为过 现在打听消息更加是勤快的很 一般江湖中的豪客 对于同为舞者的同类人自然要提高警惕 对这等流氓地痞反而不怎么在意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个泼皮们居然还真的打听回了不少的消息 他们打听的东西无疑都是极其片面的 有的更只得知言片语一临半抓 但是回来之后 楚阳和铁补天两人就根据这些消息推测 重新归类整理 推敲补充举一反三 如此一来 往往将事情推测的天衣无缝 对这一点 连严如山也不得不赞叹 这小两口的本事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一般的江湖门派和官府中人 培养一个相对合格的情报刺探者 哪个不是费尽了心思 哪想到在楚阳这里却变成了这么轻松容易 甚至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打听不到消息者 死 上报假消息者一根手指头 编造消息者 零迟 打听到好消息者 吃香的喝辣的 也没什么别的赏资 能活命就不错了 但是在这等最最基本的条件之下 人人踊跃 个个争先 老天爷呀 在这位爷手下能活着就不错了 至于江东画家刺杀一事 楚阳暗下不提 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但画四爷却是一夜未睡 等到了天亮 才知道三个手下 一个也没有回来 心急火燎的打听了一下 然后就如丧家之犬一般 逃出了紫霞城 当有人来报告画四爷 奔出紫霞城的时候 楚阳只是扬了扬眉毛 说道 哦 哦 就此不闻不问 这让铁补天 心中都对这位画四爷担心起来 楚阳一般有仇 当场就报了 但是若是被楚阳记了仇 这位画四爷会惨到什么地步 当真是无法想象的 现在楚阳与铁补天 正在谈论前来的门派的事情 楚阳拧着眉 现在有几个门派到了 附近的小门派来了十几个 中型门派有两个 狼族增援 虎族增援 喵族也动了 不少人都在城里情形很乱 不过今天的情况有一种压抑 前天和昨天 争斗的寻仇的很多 但是到了今天几乎绝技了 而且打探消息的也大多打探不到了 大家都在极为小心的耳语 或者是传音 这种情况很不正常 我想应该是什么大人物 或者是什么大宗门要来了 否则不会如此反常的 既然如此 已经造成如此声势 那么 相信后续的也就不远了 最多还有半天的路程 明天早晨 一定能到吧 楚阳摸着下巴 按照常理来判断 应该是这样子 天不天眨着眼睛 微微一笑 才来了一个 楚阳轻轻地用手指头敲着桌面 楠楠说道 终于来了一个 前半句与后半句完全是两个意思 前半句不满 后半句却是有些如释重负的味道 天不天 玩耳一笑 很快都会来的 嗯 楚阳拿起一本书 在桌面上缓缓摊开 紫色的光滑一阵流动之后 上面开始显现出自己 这是阎如山的空间戒指里面的 一本隐含特殊能量的书 这种书籍向来是严禁对外流传的 楚阳也是费了不少唇舌 才从阎如山那里逃换出来 当然代价也是不菲的 是在一早晨的时间 让阎如山彻底的恢复完全 楚阳虽然不知道 阎如山彻底恢复之后 到底是什么层次的修为 但是却可以肯定 这个家伙绝对都不简单 紫光一阵变化 书的飞夜显现出了一行大字 九重天阙 门派风云榜 实际上就是个排行榜吧 楚阳说道 这上面一共只有一百个门派的列明 这段时间里来的这些门派 居然没有一个够资格列明其上的 是啊 现在来的大抵都是些炮灰角色 哪能够得上资格呢 铁补天有些叹气的点头 两人相对叹气 就是这些不入流的宗派中 随便挑出一家 里面的单兵战力 也已经远远超过九重天大陆 任何一家的实力 覆灭楚家大院 也不怎么太花力气 现实就是这么的残酷 楚阳缓缓地翻开第一眼 天剑盟 位于中极天藏魂天谷 宗门综合实力九重天阙排名第一 其中盟主杜云天 圣人级高手 门下供奉四人 称为天剑四老 修为乃是天人级巅峰 其中获者有突破 长老九人 称破天九剑 天人级 护法多少 一代弟子 二代弟子 楚阳越念 两人越是心惊 这其中有不少是明显曾经经过批改的 应该是人世有了变动 或死或亡或失踪 或者降阶之后做出的批准 异常详细 这终极天 乃是圣君所在的地方 楚阳有些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所以门派也是官方承认的天阙第一 铁补天说的照样意味深长 不甘落于人后 楚阳皱皱眉没有说话 梁九 现在下定论 为时尚早 嗯 天不天道 不过心中不可能没怀疑 暂且压一压好了 是的 楚阳点头随后翻开看第二页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等w.cfp8.com 帝心阁 位于中极天青光极地 宗门综合实力 九重天阙排名第二 接下来同样是一大段的文牌介绍 第一第二都落在中极天 也就是圣君所在的地方 俗称中域 楚阳看着这些介绍 眉头一阵紧皱 这么多的高手 与域外天魔作战 不知道曾经有几人参与 随手点着一个人名 比如说 正要发感慨 却见到自己手指头指着的这个人 名字居然浮了出来 上面一列展开 正是这个人的生平事迹 东方名流 帝心阁东方长老低细后人 天人级中阶巅峰 白面黑须儒雅有之 强宝铸胎少年脸剑 五十年天极 后五百年 跨入圣位 圣位之后 至今一百七十七次参战紫萧天 斩杀御外天魔 这显然是有关这个人的详细个人资料 一直到一年前还在闭关之中 最后居然又有一个柱 这里是 柱 此次如无意外 闭关结束 冲破天人高节概率为九成五 这样的资料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详细 几乎就是巨细无疑 以九重天雀庞大到海量的高手数量来说 这样的描述等于详尽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甚至连以后的成就也有推测 这个负责撰写九重天雀宗门风云榜的人 简直就是一台机器啊 一台精密精确到极点的机器 而且他不仅仅统计了这么一本书 还有一本九重天雀万古第一排行榜 上面对天下圣级巅峰以上的所有人都排了一遍名词 而且虽然为了这个榜单天天打生打死的 但绝大多数上榜的人还都以上榜为荣 并且绝大多数对这个排名心悦成福 这就是个奇迹了 这份工作量之庞大 复杂 简直让人想想都要头疼无比啊 这种资料据我所知 在我认识的人中 最多只有一个人能做得出来 铁补天眨着眼睛 墨天机 不错 楚阳叹息 唯有天机 也只有他才能对这么复杂枯燥的工作充满乐趣 而且充满效率 墨天机的确是个人才 不过这几个排纲榜 却也未必就是一人所创 或许是许多人合力而为 又或许是官方影视里之作 这可都是没法说的 铁补天玩耳一笑 这样的排行对于管理九冲天阙 可是太有力了 等于是扔出一块肉骨头在江湖上 所有人都去抢 严格来说 未尝不是一种帝王心术啊 帝王心术 楚阳难难自语 似有所悟 先不谈这个了 现在这些对我们而言还很遥远呢 铁补天巧妙地将话题拉回来 就现在你指着的这位东方名流 却不亏是一条好汉 除了在圣位之下闯荡江湖的时候之外 他为数不多的这些历练 基本上都是在紫霄天斩杀天魔呢 不错 楚阳的脸上也露出了敬重之色 这种人无疑是值得尊敬的 随后楚阳又点了几个人名 上面都有生平盖术 有的人被评为此人外华实则忠厚 并无城府 有的人则被评为 此人人面寿心恶贯满盈 以早除止 但是这些人 有很多都无一例外 曾经前往紫霄天 一展天魔 姑且不论其中有多少原因是为了历练 多少原因是为了除魔 但是这些却始终都曾经去作战过 而且不止一次 反倒是排名第一的宗门天剑盟 向来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第一门派 门派中高手极多 然而其中的绝大部分 都不曾去过紫霄天 谁好谁坏 又有谁能定论啊 楚阳长叹一声 纵然是恶贯满盈 但若是死在抗击天魔的战场上 又有谁能说他坏呢 就算清明满天下 狭义盖江湖 但是对于天下苍生 对于抗击外寇 毫无作为者 难道就真的算是好人吗 是非何来评说 黑白不见分明 铁补天沉吟道 世间之事本无绝对的好 也无绝对的坏 这在每个人的经历 对于普通人而言 谁对我好 谁就好 谁对我坏 谁就坏 他奄然一笑 好与坏 本就难以分得清楚 却又何必定要分得那么清楚呢 若是坏人一心一意为你着想 你会不会杀他 若是好人 一心一意要置你于死地 你会不会杀他 不错不错 正是如此啊 好像我从来也不是好人 至少我自认不是 两人相视一笑 继续往下看去 红尘如梦宣 东极天 宗门综合实力 九冲天阙排名第三 诸 红尘如梦宣 实力与大罗天世界 问心间隔大抵相当 此排名乃是五百年大笔平定 如今排位战在即 名次获有改写 路此谁手 书难平断 楚阳有些幸灾乐祸 看来这两个门牌之间 只怕要有一场龙针虎斗啊 到时候要是有机会 咱们不妨去看看热闹 好啊 我随你 第1621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